之前有新加坡電台節目主持人 拍片大鬧香港機場的食物難吃 說炒麵像掌筋 連小狗也不會吃 這是RubberBand 我家裡的小狗也不會吃 據我說其實也不可以以偏概存 香港也有很多又便宜又好吃的食物 等我現在就和Cat帶大家去找好東西吃 正所謂便宜便宜吃 貴有貴吃 外民村名利愛心竹店 除了出名食竹之外 炒麵都很好吃和很划算 一碟只是10元而已 比一杯珍珠奶茶便宜 歌也有得來唱 麵麵麵麵 食多碗麵 香港最出名的當然是吃車仔麵 位於觀塘宜安街街市的 得興車仔麵 只要你給34元 就可以吃到一碗12個菜的車仔麵 你沒聽錯 是真的12個菜 還要有兩款給你選 我就選了這款 如果覺得份量太大 可以選8個菜的小招牌麵 都只是30元而已 真是很划算 好吃的麵當又點置這兩間 位於深水埗的新香園 你又吃過沒有? 眼前這碗價值22元的 南乳豬手麵 除了價錢夠便宜 份量夠多之外 肉身還要夠軟 入口即溶 不喜歡吃豬手的朋友 還可以有其他選擇 最重要的是 你到24小時營業 所以說香港的食物 都不是那麼差 只要你去找一下 就可以找到好食物了 還沒反應有 我幫你增添一個狗的送給你